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当下真的很不甘心 觉得拜托我都来了一整晚了还没看到 然后我就拿起手机对着刚才水踏出现过的那个湖面就拍了 结果没想到回到民宿 我真的有拍到水踏在湖面游过 至少你还有拍到 我就连看都没看到 其实我那时候如果不要跑来跑去 我就是人家说那边有那边有 我就跟着跑跑跑跑 跑白米苏都跑冲过去看 结果没看到因为他已经游走 然后后面人家又说那边游游 我又跟着他走 而且他伤害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坐的地方 没错 他上来的地方就是我刚刚坐的地方 我到底跑来跑去要干什么 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可以看得到了 告诉你人不要太勤劳 所以其实台湾以前本倒也是有水踏的 甚至在南市坑考古遗迹里面 也曾经挖掘出水踏的骨头标本 所以现在在我们馆里面的 古代人说故事展区里面 就有展出现身的水踏标本 不过现在金门可能是台湾的水踏最后的七地了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绘本是水踏找新家这本 它是描述一只小水踏 独立以后找尋适合自己的新七地 既然要聊水踏呢 我们就一定要邀请当时在金门 带我们去夜观的首例 他是长期在金门研究水踏 关心水踏 也是金门县野生动物救援剂保育协会的常务理事 袁首例博士 两位主持人 然后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袁首例 首例水踏的话 其实主要都是居住在水边 对不对 就是简单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水踏它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看它的一些生态特色 我们现在讲的水踏呢 是指当然会特别指的是金门的欧亚水踏 欧亚水踏它是中等体型 伴水期型的母动物 大概就跟家猫 差不多的体型 或是稍微再大一点点 什么叫做伴水期型 它不是完全水生的母动物 所以它的身体的这个构造特征 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水生适应的能力 包括就是毛皮的防水性非常好 然后它的四肢的那个指尖 手指的指 指尖都是有扑的 所以帮助它游泳 当然水踏它的主食 也是来自水里面的 当然主要是吃鱼 但是水踏并不是住在水里面 以欧亚水踏来讲的话 它是夜行性的 白天的时候呢 其实是住在岸边 比如说冠虫啦 比如说草折啦 或者是一些树林的那个下面 会用简单的那个巢穴 金门这边的话 因为跟人的接触比较近 所以甚至水踏还会住在排水系统 就是沟渠等等之类的 人造的一个构造物的里面 所以它是白天住在岸边 比如说沟渠啦 然后或者是一些草丛啊 树林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晚上才去水里面去捕鱼这样 对 它是大概傍晚天黑 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就会离草出来 就是找同意吃 因为毕竟睡了一整天 肚子应该蛮饿的 白天都在睡觉吗 对 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 所以你们有用自动相机拍过 他们白天的在做什么 我们自动相机的设置 有的时候会拍到水踏 白天在活动 但是这个毕竟是极少的少数 它应该是失眠才有可能 我们就把它称为失眠的水踏 最夸张的时候 也是有中午的时候 大中午的时候出现 但就刚刚前面讲 它是极少数的一个特例 所以在一个水域的环境 周围能有一些能够隐蔽的地方 可以让它躲 让它住的地方 其实是很重要 只有这个水 蛮有旁边那些 邻近的那些 让它可以白天 可以躲的地方 其实那里的水域环境 它也没办法使用 对 当然以不如东来说 你的食物来源很重要 那当然除了吃东西的 这个能够捕食的 这个场所之外 休息 能够甚至居住 居住 寓用 尤其是对那个母水 它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它的孩子 对 我们上次去看啊 是它是只有一只 所以它们是应该是独居 不是群居的 对 基本上在不是繁殖机的时候 就是大部分的欧拉税 它其实都是独居的形式 然后尤其是雄性 那雄性它不但独居 而且还会排挤 其他的雄性个体 都有所谓的 领域性的这个存在 它保障它的密食权 然后还有就是配偶权 这样子 那磁性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在非繁殖机的时候 那原子上都还是自己一只 然后只有在交配洗繁殖机的时候 才会看到两两层堆 这样子出现 一段时间 但是等到这个水踏妈妈怀孕了 然后生了小水踏了以后 那又会把她老公给赶走 所以她自己带小孩 她自己带小孩 就变成看到母水踏 带着一只到两只 很可爱的那位小水踏 到处晃荡这样子的晃 可以看到小水踏的话 多好啊 一定很可爱 真的小水踏超萌的 完全你就会忘记 它是死肉母 真的 这本绘本里面啊 它其实讲到就是 一只小水踏长大以后会离开 所以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会离开妈妈 自己去找新的棋地 对 对 二大水踏的右手 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很弱小 然后大家觉得 水踏水踏水踏 刚不是说 你会游泳 你会抓鱼吗 没有 又水踏什么都不会 真的 连游泳都不会吗 游泳也不会 真的 所以她连晚上都在草里面吗 她就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 都会在草里面 就是给妈妈 喂 这样子 所以妈妈去捕鱼 回来给她吃这样 一开始先喝奶了 一开始先喝奶 然后慢慢的妈妈会 开始 后来妈妈 只要长到一定程度 基本上 鸭齿要长出来 也才有办法吃固体的东西 这是基本 以台北市医动员 他们有缺氧几只 繁殖几只 那个外海水踏的经验 你就会发现 水踏妈妈会 当小水踏 开始进入 可以 觅食的这个阶段了以后 会开始强迫 训练小水踏游泳 拖下去 就是 就是 咬着 这样下水里面 然后逼着它 自然而然的 引发在本能 对 然后学会游泳之后 开始带着出去 整个领域的探索 告诉他们说 哪些水域空间是我们 可以活动的范围 哪些水域空间 是适合找鱼吃的范围 然后过了那个 青少年 我们说青少年时期 我们叫做亚成寿 过了那个亚成寿 那个性成熟的这样子 一个阶段了以后 亚成他就开始会 开始向外迁徙 就离开原本 离开父母亲 离开原本的领域 基地 所以他就会 自己主动离开了 本能上面就会 本能上面就会 天性 对 就是还是 不喜欢妈妈管 对 你不要再管我了 不要跟我一天 抓几只吃鸡吃 寻找自己的自由空间 对 所以通常都是 只有一只小的 那个亚成 欧亚水他的 繁殖力 算是蛮差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话 一胎大概两到三只 但是 因为毕竟是野生动物 所以会有 一定程度的夭折率 所以 我们观察比较多的 还是一只到两只 而且我们去的那一次 他们之前就说 他们有看过 妈妈带小兽 但我们去都没有 连看都没看到 其实你们那天 可是没看到 他有来 有啊 有啦 他别人有看到 我们就没看到 他有拍到 我有拍到 因为毕竟现场的光线 不是很好 然后因为 一般人可能对时代 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们不晓得 该找怎样子的特征 对 然后就算在你眼前 你可能也认不出来 那个就是 对 对 对 然后你们那一次 看到的那一组 现在应该还在 哦 十二月的时候 又有其他的朋友 有在台湖的名用目击 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领域性吗 因为我看书里面也有说 他们会有 用台译来分领域 标记领域嘛 对 欧雅水它叫 我们的讲法 它就是比较高调的 哺乳动物 它会很积极的宣示 我在这儿 哦 那一般来讲 动物告诉 别只动物 我在这儿 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方式 就是用排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大便了 讲白话一点 大家比较好理解 就是大便了 可是狗狗是用尿尿 也会 其实尿意跟 跟那个 跟那个排 它其实都是 有类似的讯息的功能 对对对 那当然欧雅水 它是两个一起来 哦 它只是排仪很明显 比较好找 因为它家也会尿尿 只是尿尿干掉了 你看不到 嗯 它的排仪应该很臭 很臭 哈哈哈哈 而且 因为都吃鱼的 那天不是之前有听说 他们会把那个 排仪抹在身上 哎 那是真的吗 它会把前一个 比如说 我现在来到这个定点 就是这支水塔 来到这个定点 发现上面有别支 水塔留下来的记号 它会把它弄掉 哦 它会把它爬掉 爬掉 然后抹上自己的 抹上自己 就是放上自己的排仪 哦 如果它闻到那个排仪 就是自我的 对 它又重复 因为它每天都会重复来 通过地方 就刚刚前面讲的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灵性 它会 甚至会把那些 旧的排仪打散 怎么走在上面滚 哦 就是让自己的 让这个味道更 更加的扩散 这个讯息 更明显 你把它想象一下 气味是眼睛可以看的 你会看到那个 石块上面可能就是 一滩烟在那边冒 很可怕的那种 他就想尽办法 把这个 讯号尽可能的 释放出去 他非常想要强烈的表达 这是他的地盘 对 然后像泰湖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大概是 三只到五只左右的 一个雌性个体的 一个固守的一个领域 哦 有三到五只 对 差不多 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变动 然后吉他水库 然后上面还有那个 吉他西 光泉西 同门西 就是另外一批 所以它的地盘 然后以雌性个体来讲 然后他们几乎是 没有互相在沟通的 是这样子 就是固守地盘 它只分布在水库水池吗 那这样子感觉 没几个水库水池 那数量 族群数量是多少 其实金门的水库水池 算蛮多的 那当然它的原因是因为 早年战备时期的时候 为了能够防守 就是驻军的需求 当然万一被敌军封锁的时候 你必须要能够 存活一段时间嘛 所以水很重要 所以到处都挖了 渣渣小小小的水库 或者是皮塘 我们还在金门 把它称为农塘 因为现在都是在农业 冠盖的使用 所以其实数量还蛮多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 即使是这样子啦 就随着 当然是战备任务 战地任务解除了之后 那当然有一些私人的这样子 皮塘会渐渐的被填掉 填掉以后就会盖房子 那再加上金门现在 其实有跟中国够水 有走大陆营水之后 他们对水库的依赖性 对自由的水库的这个依赖性 也渐渐的降低了 所以对于水资源的部分 也比较未来 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 再去开发 那甚至就会有一些声音出来 就是说希望一些水库能够出一 那这样子其实对水库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刚刚主持人问到说 金门这边水库现在几只吗 大概在五年前左右 我们的评估是两百只左右 上下 因为当野生动物的数量 它是会波动的 它不是一个定值 那去年也是一样 就台北市动物园 他们研究团队的一个新资料 我们预估 就是大概是一百五十只上下 所以以后再衰减 尤其是西半岛 金门西半岛的部分的 水库的族群量 蛮明显的在下降 是因为有大型工程开发吗 坦白说 这只是原因之一 所以它自身应该也有一些问题 但我们很可惜 对水库其实没有很了解 我这边讲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好了 金门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岛屿构成 它就好几个小岛屿 我们讲两个大的岛屿就好了 都金门本岛 旁边还有一个列宇 就是俗称的小金门 列宇在15年前 它还有固定的水库族群 但是从我开始 就是2016年开始 在列宇这边做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数量很少 水库的排量非常非常的少 罕见 到这两年是已经找不到了 真的喔 所以我们一直来问 就是列宇是不是因为太多开发了 人会干扰等等的活动 怎么造成的水座 不愿意住 对 可是并不是这样 因为列宇其实人口很少 人口很少当然就车也很少 对 相对来讲我们说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程度已经算低了 而且列宇也有好几个大水库 而且那几个大水库的水情 其实都还不错 它的蓄水状况都还不错 然后当然我们想说 会不会没有鱼吃 实际上不会 因为我们自己去列宇那边 做调查的时候 看到民众就直接在那边抓鱼 所以整个气候环境 我们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但是他就是不喜欢 这有点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当一个 比如说以列宇来讲 当水座虽然开始减少了以后 雄性水座不定死了 还是会去拜访 但是去了以后发现说 这里只有我一只 我没有老婆 然后待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发现他会跑回来 他会跑回从大金门去 小金门 所以他可以过海 他可以过海 他说小金门 人家有会游泳 对 那这边可以补充一下 欧雅水他游泳能力非常非常强 还是有点难想象 他可以游过大金 游过海啊 没有问题 他是不是也可以游到中国大陆 可以啊 又更近啊 所以这其实 这其实小意思 欧洲那边做 对那个欧雅水 他做的那个行为最重 就个体最重 发现他一个晚上 可以游20公里 哇 好厉害 最终是20公里 游到猎鱼 也不就是5公里的距离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对他讲小意思 就小意思啊 好厉害 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 所以我们也不理解说 啊为什么 猎鱼那环境是不错啊 你明明又游得去 又游得回来 你为什么不住 不住就是不住 所以你们也猜不到原因 对 所以我们的假设一下 就是 它是个恶性循环 对 就是当那个族群数量 少到已经沉住了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 他没有发展的机会 他就不愿意在这里 立门户 这样子 然后当然从一个 更现实的一个层面 来考虑的话 因为欧雅水 它毕竟是 刚刚前面讲 半水期的捕捕动物 它对于水域环境的要求 还是有的 那它还是比较喜欢 走水路 正云路路 所以像金门的西班长这边 各个 虽然说有这些 小的这些皮汤啊 这些一些水库 但是 它的连接性很差 这些水性 连接性很差 所以这样 水它在移动 刚前面说了嘛 雌性个体其实就不太移动了 那只靠雄金这里在跑 那如果雌性个体 也不太移动的话 这些空出来的 这些水域气地 就连接不好 然后所以 雌性个体也到不了 那雄性个体也不愿意来 那就一个恶性循环 到后来就是 没有水它愿意来这里 即使这个环境 还算不错 新半岛的 金城那边 当然是因为开发 比较强烈的关系 所以这个效应 就会更明显 因为干岛的程度很高 水系连接更差 那甚至包括一些 排水系统 或者是 沟渠化吗 或地下化 地下化也想更大 然后再来就是孤立化 像西南区域 有个叫古冈湖 那个地方 古冈湖是一个 很漂亮很大的湖 那周边其实 还蛮多林地的 可是它就孤立 除了古冈湖 它自己之外 那旁边就没有 其他的水域气地 那当然对此它来说 就变成它不甚喜欢 其实我觉得 它真的是一个 很可爱很可爱的生 真的 因为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它好活泼 因为在动物园看到它的时候 哇塞 它那个动作啊 都好灵活 然后就一直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那 手里你在观察它的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它有很多 很可爱啊 或什么样的行为 其实 动物园里面的水 它 我坦白讲了 我自己说 我其实有一点点可怜 为什么 因为它太小了 真的 空间真的是 对它来讲 真的是有点不够 然后再来就是 水域其实是一个 对环境 对周边 非常非常有好奇心 很活泼 喜欢探索的这样子一个动物 就这边也可以呼吁一下 就是 我们在那个YouTube的影片 没看到日本那边养很多 小爪水塌 宠物水塌 那其实 大家都看到那个 就前面讲很可爱的那一面 那实际上它是破坏王 所有水塌都是 都是破坏王 所以很活泼 很活泼的反面意思 就是很破坏 对 它看到了所有东西 它都想要把它拔下来 所以你家里面 如果有洋水塌 假设 你家里面真的洋水塌的话 你家就不会有窗帘 这种东西 就通通被它拔下来 你就被它拔下来 通通被它拔下来 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 对这个环境手机 它会开柜子 开柜子 都会开柜子 这么厉害 所有柜子都要上手 哇 这么厉害 它会开柜子 然后见风就钻 所以 你会找不到它 可能就 在你的床底下 或者是在某个 那个橱柜的角落里面 或者是后面 甚至塞在垃圾桶里面 所以 其实日本 你这样子讲 因为我没有养它 所以我觉得它这些行为 都好可爱 你家里面它拆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它可爱 它野外也这样吗 对 所有的水塌 其实都是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它的野外也是这样 不可思议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 简便讲 其实它对所有东西 都很好奇 所以 它会在工程废弃物 里面钻来钻去 我们这次有在一些工地 然后就看到说 你这个堆着那些钢筋的 那钢筋条上面 然后有水塌塌 对 他来讲 那就是大型游戏场 对 它就把它当成大型游戏场 其实那里水有一段距离 它不管 因为你把它堆得高高 它就觉得说 哇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来摸一下 我要再来做个标记 不摸不醒 充满好奇的动物 对 然后也曾经观察过的时候 就是水边出些些 对我们来说 其实就是垃圾 西中平的东西 然后你就看到一只水塌 看来吓 吓一大跳 吓 吓一大跳 吓那是什么 吓一大跳 我们就是一个保利用品 没看过 就不晓得发什么 对 我们自己看水塌的行为 就比较像是猫跟狗的 因为你大家知道 那个夹猫 就喜欢看什么 去摸一摸摸一摸 那狗看看什么东西 我就很紧张 很紧张 那水塌是两个都有 两个加在一起 像我们在聚落里面 也有放一些自动相机 我们有看到水塌 他沿着风水石的楼梯 上来以后 看了那个池边 领悟人家的电视机 真的喔 他已经盯着 那个电视机来看 因为发现 会一直闪动 有声音 我们就背景的声音 我们自动相机 那个影片的声音 背景的声音 就是电视机的声音 然后他就一直盯着 那个电视机的方向 就很好奇 然后聚落那边的 那个民众 也是有讲说 他们有的时候 会看到水塌 在他们的那个 大街上面跑 他说会不会上来 我说我拿影片给他看 我说会啊 会上来 我说他会从那个水池边 然后上来 看你们 还陪你一起看电视 对 看你们在做买 像我们如果想吸引水 那我们可以拿一个 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去那边玩一玩 搞不好他会跑出来看 其实可以 因为我知道 他一定是觉得 小金门太无聊了 有可能太安静太无聊了 他一定觉得 小金门太无聊 缺少点时间 比较适合去度假 不太适合生活 对 没有东西可以玩 缺少点时间 没有电视可以看 有啦 小金门也是会看电视 有啦 有啦 居民比较少 电视比较少 我知道是真的 而且冰很好吃 他又不吃冰 听起来你们在做水踏研究 其实有蛮多乐趣在里面的 除了乐趣以外 应该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啦 对 因为你 因为他是一个夜行性的动物 你如果要看他 你就是一定要半夜要出来 对 对 而且不如动物又很隐秘 你要找他 其实那也实在是不容易 当然了 夜观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可是夜观的供估率实在太高了 他在讲我 而且夜观也只能 我们不太可能每个晚上都在那边蹲点 然后看那只个底 这样 所以比较就是实际的做法啦 我们还是会用自动设备 最基本的啦 当然你找排疑 这是最基本的方式 所以我们目前的调查方向有两个主要的方式 一个是在 每年的夏季跟秋季的时候执行系统化大调查 在七天之内 把金门的所有的这个主要的内陆水域气地都走一遍 哇 观察有没有水它的痕迹 不管是抓爬痕迹 或者足迹啊 或者是让最基本的排疑 这样子整个全岛 包括小金门会做一次 七天耶 七天要做完耶 七天要做完耶 而且你要沿着水系沿路观察耶 当然就已经有预设好的路径 因为毕竟是系统化 系统化调查的意思就是 固定的周期执行 固定的调查的那个样线执行 所以你的资料才可以做比较嘛 然后再一起做更多 应该是红外线之中相机的部分 我们在金门现在是有44台 密度算是相当的高 然后维护一轮 然后每个月要维护一次 每个月要维护一次 每个月维护一轮大概要十天 要去收data 有调过吗相机 当然我想这个在全台湾 不管哪个县市做这样子 就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还好 准时率能在我们的预设范围之内 所以每年要补嘛 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就是基本的气候 对设备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海盐吗 海盐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是温度 温度 两位上次来的时候是 那是很宜人的天气 没有没有没有 有一天 那个室外那个温度显示器 我有把它拍照下来 41度 那已经算是很舒服了 那很舒服 我都觉得我快中暑了 所以夏天热的时候会到几度 我们的设备有温度记录器 50度 应该一直晒 一直晒一直晒 因为它是固定设备 在太阳底下 考了 不要考一天了 不用了 考四个小时就50度了 居然没烧掉吗 50度它耐得住 耐不住啊 所以就坏了 会当机 所以它可能其实超过50 应该是没有啦 50度已经有点夸张了 应该是没有超过50 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看过最高温 它的差显示 记录里面显得是50 那耐不住 会造成间歇性的这种 当机就是其中一个 再来就是 我们观察过比较可怜的 我们有发生镜头溶解 溶解 那一定超过50吧 应该是超过 那就像人家常常不在个 新闻里面看到 那个很热的时候 记者会拿蛋 去打在铁板上 或者是 很简单 然后不是说溶解 然后不是讲到 整个时候 会变异体 没那么夸张 是发生镜头 变形或不透明 对舍百亚用 其实都是损失 那水塌目前 除了刚刚在讲的 就是目前可能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开发的问题 然后水库减少的问题 除了这些之外 金门现在水塌 目前会遇到什么 这样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目前已知 它遇到的困境 水塌比较容易上新闻的事情 应该就是死亡案例 对 有时候会看到露煞的 对 然后像2023年出现犬煞 那我这边比较强调一下 金门的游荡动物的管理 其实做得不错 我必须坦白说 跟台湾其他的县市 就是相对人口 比较没那么多的地方 比起来的话 金门算是人口 也算是人口 相对比较少的地方 可是他的游荡犬的问题 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是因为金门有放养 加禽加醋的习惯 对 所以有游荡狗的话 他其实会攻击这些 所谓的民众的资产 那他们会通报 那通报以后防疫所 其实会进行处理 那现在我们碰到比较麻烦 反而是拿来看门的 看门狗 他带着项圈 对 他是有主人的 可是因为大家习惯就是放养 对 当然啦 那狗 我家狗很乖啊 他白天的时候 就在我院子里面 他帮我看这些鸡啊 帮这些羊啊 很乖啊 是啊 白天很乖 可是晚上 他做什么你知道吗 不晓得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一直还 没有办法能够 妥事处理的 那当然路撒的部分的话 是16年 2016年跟2017年是最严重 那时候都一年死 超过五只个体是被车撞死 对 真的哦 那挖水下的习性 他就是喜欢走水路 生云路路 所以 你只要给他适合的 这样子的通道的话 他其实没有理由 上脑道路上来 因为他的身体的工作 已经适应在水里面移动了 我们一开始就检视 这个进门的 全部的水域起地 包括排水系统等等的 就发现 那进门这边 因为灌溉水的需求 所以盖了非常非常多 我们叫做蓝水宴 像这样子的 人工构造物 对 很多 那其实 一定超过度了以后 对水踏的移动 都会造成阻碍 那特别是在 临近道路的部分 那水踏 跨不过这个蓝水 也像一朵墙 在水里面的一朵大墙 他就会 他不会放弃 对 他会上岸 他会上岸以后 改走马路 当然就会出事 所以我们这五年来 有跟县佛这边合作 第一个 在临近道路的这些 道路跟溪流 或道路跟排水系统交汇处 有这样子的一个 拦截水设施 就要做截梯 水踏截梯或浪道 发现效果还蛮好的 通常 架完一周内 就有很多水踏会使用 他们学习的力量 超高 很快 因为他们很活泼 对 很好奇 对很好奇 他发现这里面多了一个 可以爬上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试一下 他试了就发现 哇 捷径 他会记得 所以他的机器非常好 你就之后会 每个晚上你就看到他们这样子 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个阶梯的话 在不能够设置 阶梯像这样子的这种 障碍设施的地方 至少在道路那边 要设置几时装置 就是水踏出摸 请小心这些牌子 然后减速带 然后甚至 在金沙水域那边 还做了那个车灯反射器 就是为了让 让让车子经过的时候的 那个车灯能够反射到道路两侧 下到旁边 如果有水踏要经过 就给他下一下 两秒钟 车子就过去了 就不会舒适 就类似像这样子做一些努力 那路撒防治部分的话 2022年是没有路撒 真的哦 2022年是零路撒 那这很不幸的就是 2023年又出现了 2023年死了七只水踏 七只哦 指令人最高 刚刚前面讲的 有两只疑似犬杀 一只确定 一只疑似犬杀嘛 然后有两只是路撒 这是确定是路撒 然后一只是疑似犬杀 然后另外两个是死因不明 当然也有可能是自然死亡 因为毕竟水 它也是一个动物 它也是会年纪大会生病 但路撒的部分 是三只以下 这在我们的孕妇范围 我们希望是 150只的隔壁 不要死超过五只 对真的 它已经这么少了 对 已经这么少了 一年少五只 其实那比例是很多的 很多的 对 能够降到这样 两只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等于少一半 对啊 就少一半 从全盛时期的六只五只 对 车装死的部分 对 少一半 降低到三只以下 这是我们的目标 目前看起来是还有鸭制住 那所以最近这几年 你们在金门做野生动物救援 跟保育的努力过程中 你觉得有没有改变了他们 你说改变水踏还是改变人 改变整个 水踏生活的环境 或者是人们的想法 水踏你应该改变不了 其实可以 改变了它陆沙 被陆下的量 水踏的话 它是一个 我坦白讲 水踏其实我刚刚前面讲 就是它 它已经在金门跟 这样子高度人工化的一个环境里面 跟人已经大成一定程度的共存了 所以 它其实相对来讲 算是比较好引导 我坦白说 就刚刚前面说嘛 我做这些 有才算是什么的 它基本上两天到三天就来用 它不排斥 它不像 其他动物这么的小心翼翼 它比较胆大一点 它比较对环境很有好奇心 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 还算好 如踏可娇也 甚至像 金门这边做一些水利工程 最先来探访这个 新的蓄水师的不是人 是水踏 水一蓄下来以后 水踏马上就来 就马上看到 它在打卡 大边 有新的地方 它就马上去看看 马上来这边做标记 他们好厉害 怎么都知道 所以 所以它其实 可能还比人容易来得赢到 人才比较难受 要教导他们保育 需要花一点时间 对 那这部分还好是 当然我跟协会这边 都有做很多努力 所以现在感觉起来 虽然支持的人还是不多 但是已经比我们 之前的那个状况 好像是独打独斗的 那种状况已经好很多了 那甚至我 去年就是 去走访好几个聚落 然后跟他们讲水踏的一些课程 介绍水踏的生态等等 但他们在聚落里面 其实他们 很多朋友 他们家门口 就有水踏 晚上就有住 他们不知道 然后带他们走一圈 然后发现 很惊讶 这样子 然后毕竟金门这边 那个民众年龄层 都稍微高一些 来跟着我们说 我家就在前面这边 那这边我住了六十年 不知道这里有 那你就 你每天睡觉了以后 半夜两点 他都出来 阿嬷半夜两点 看不过可以 睡了 没有 睡了 所以听起来应该也是 经过你们这样子的宣导 他们有对于 他们自己的土地的 这样子的动物 有比较多的认识 他也有比较 愿意去接纳这个东西 对 因为之前当然 我也受到不少民众的一些 想法反应 就是比较负面的 当然就是觉得说 你这个保育内生动物的存在 只是阻碍我们基本开发 那其实我觉得 当然我不否认这一点 是事实 但是它是可以做调整的 它是可以做平衡的 它不进然是这样 当然某一些水 它可能会常使用的一些 领域气地等等这些 我们还是必须要保留 这些部分就是不能碰 为什么 因为补水它就是习惯 用这样子一个区域 然后还会做 繁殖跟育幼的话 这部分是绝对不能够 干扰到的 对不然的话 比如说 泰湖这个水系的 这个水 可能就因此这样消失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但是你剩下的部分 你要做一些 聚入一些环境美化 甚至说一些 排水系统的那个修整跟改善 它对水下其实并没有 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在这些工程 在规划跟设计的时候 以前你们从来没有想过 这里有一个 二子企业波动 现在必须要去思考说 它也是这里的著名 那你必须在设计上面 要考虑到它的 使用的可能性 在工期工程工法上面 然后都要顾虑 我们叫做生态友善 或者野生动物友善 那这里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五种 你要替它多想一点 就这样而已 就在你的先期调查的时候 你的未来规划的使用者 就不是只在是人 也还包含了动物 水利工程不再只是单纯的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也可以变成野生动物友善工程 它两个是可以包在一起的 只是之前都没有想过 所以不竟然说一定要去把一个水 它会阻碍我们开发这样子的一个预设立场放在那里 只要我们细心一点 多想一点 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我一直觉得给动物们一个良善的栖息环境 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如果当我们把生态设计的想法 还有生态廊道的这些想法 功法引入的时候 就可以为生物创造更多样的栖息环境 也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就是一个互利的人与生物共存的环境 虽然台湾本岛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发现水榻了 但是不代表它真的完全消失 过去也以为亦然没有石虎了 但是最近又在亦然发现石虎 所以只要大家持续保育我们的自然环境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还是有机会 在台湾本岛看到水榻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收听完科博Zoom Show后 到Apple Podcast按赞留言 还有给我们五星评价 除了Apple Podcast之外 在Spotify 桑岸 KKBOX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科博Zoom Show 今天谢谢首莉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咪咪 我是秀秀 我是首莉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先飞去金门 然后中间飞去台北 然后再飞回金门 然后金门再飞回海中 我觉得你户籍应该迁去金门 让机票便宜一点 对啊 没有想过迁去金门 对啊 你这样子 你应该是第六个还是第七个人 问我这个问题 我为你的荷包着相 上次碰到一群阿兵哥也是啊 出来夜跑 就是体能训练嘛 然后跑一跑 在那边等着 跟他讲说 大哥不在那 前面 他也知道你在做 我就知道你在干嘛 坦白讲啦 就是看水道这件事情 这是还蛮看运气的 我们就是运气 但我有拍到 对啊 他其实有拍到啊 所以其实你们是有遇到的 对 有遇到 但是没有看到 就我自己的经验 在台湖这边要遇到水套的 结局当然是无成 当然前提是你要等一小时 记得 他是野生动物 而且还是逼你绝种 保育类野生动物 他如果这么容易遇到的话 数量这么多的话 他就不会逼你绝种了 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季节 大概是九月之后 到隔年的三月底四月初 这还OK的 对 这才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季节 但是这个季节 也是基本的冬季 所以 东北季风吹起来的时候呢 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 你们用了相机 通常活不到两年 哇塞 那你们仪器这杯杯 小朋友很大 保固是三年 所以在这个保固 情节上还有办法 没有人要再卖你们了 啊 呀 只要就是 在这方面 妥太六年 呢 我们下説